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台北股市在今天指數是小漲18點 成交量550億 可是你還是會看到今天上市公司有19檔股票漲停 上櫃有31檔 加起來50檔股票漲停版 當然你今天會看到很多投顧老師都在告訴你 這個行情指數漲不動沒有關係 只要買這些中小型股 哇馬上這當中就可以帶你去賺漲停 我會告訴大家 其實在今天漲停版的股票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接下來 今天已經是12月26號了 換句話說2013年已經剩下三個交易日 再來2014年全新的一年要開始 2014年元月份全新的一個月份要開始 那在這地方接下來未來一個月 甚至未來一整年會漲什麼 你要去密切在這裡把握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而基平工作室在這個地方 其實也準備帶會員朋友 針對2014年尤其元月行情 紅包行情開始要來做全新的選股來做佈局了 這其中選股的方向 其實我在節目當中都已經幫大家 先透露出來提示出來規劃好 其中包括了1月份 IVERS上路資產供應價值要入賬 裡面有哪些資產股 目前股價仍然在低估 包括了大陸城鎮排水跟污水處理條例的實施 水處理的一個概念股 你看到最近已經開始加溫 包括了最重要的1月7號到1月10號 美國消費電子大展當中 有哪些新產品有哪些新技術 甚至不只是一個短線的題材 1月分會上甚至有可能是2014年長線科技業的一個大趨勢 如果你能夠把握到這個大趨勢 一個五成一個一倍的機會 很有可能都在這裡面 而我們在這當中已經要來做準備來做佈局了 那為什麼要去提醒大家這個 為什麼不講今天盤面上漲停的股票呢 其實在孫子兵法虛實篇當中 有一句話你一定要記得 凡先處戰地而帶敵者亦 後處戰地而驅戰者勞 就是說在帶兵作戰的時候 兩方的一個軍隊 誰能夠先找到這當中 戰地把陣給布好 把這當中陣型給布出來 等待著敵人來 那當然就能夠去以意代勞嘛對不對 相反的 你等到戰爭開打了 才急急忙忙 哇帶著軍隊打這個到戰場上去 那最後呢 當然就是被打好完的 所以同樣的股市如戰場 做股票我一直強調 所謂一個專業一個用心的操盤團隊 一定是要能夠去幫會員朋友 做好未來行情的規劃 規劃不但未來會漲會跌 更要知道未來會漲什麼 那知道未來會賞什麼 自然能夠去領先市場 先買在第一檔以意代勞 那別人等到股價漲上去了 這個匯忙著在做進場的時候 自然就可以幫我們抬轎抬上去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我跟你講的 或許這些東西 不是目前盤面上最強的 但是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盤面上最強的 很多都是我以前 已經帶著會員朋友 就已經第一檔佈局的 等到利多爆出來 別人再幫我們抬轎 我們已經這個當中坐在轎子上 甚至可以選擇獲利了結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 過去極品工作室一直強調 做股票要懂得計畫性的交易 而不是像別的投顧老師一樣 這當中所謂的要做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等到漲了才來追多 那都不是股市當中真的高手 所以你看到我過去在做的一個分析 當我分析的時候 你或許都覺得沒有什麼 就像在9月份 我當時跟大家抬到台積電 新市場的商機 我談的時候 你也覺得沒有什麼 對不對 就像在10月份 我跟大家談到 中國汽車市場 產銷報告的一個商機 我談的時候 你也都覺得沒有什麼 可是你會發現到 其實我就是已經在幫會員朋友 找到未來的潛力股了 就像這是在9月5號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在9月5號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在當時 我學個全國會員朋友分析日記裡頭 談到當台積電20奈米 28奈米新產能陸陸續續在開出 未來這一年 將會有許多12寸廠一個一個開出來 接下來誰是受惠者 包括了相關供應鏈配合廠商 訂單正在擴大釋出的時候 封測啦 IC載板啦 研磨材料啦 檢測設備 第四季的業績渴望向上提升 當時我們特別推薦會員朋友 是1560的中砂 為什麼 因為它是台積電最大的鑽石碟 也就是研磨材料的供應商 7月份營收創下歷史新高 接下來受惠於20奈米 28奈米新製程頭片 所以我們看到鑽石碟採購量 正在持續擴大 第四季的營收 渴望繼續向上提升 這是在產業面發現的機會了 在技術面觀察股價走勢 也看到了大戶低檔默默的進貨 技術面開始出現轉牆的訊號出來 這是在9月份 我跟我的會員做一個報告 那時候中砂 你看沒什麼人在講 那時候的中砂 才在52塊左右的一個價位 在這邊 可是我們已經看到大戶在進貨 我們已經看到 技術面轉牆的訊號出來 然後接下來你看到了 看到報紙利多開始出現 報紙利多是什麼時候出現 你會看到在這個地方 11月份19號的時候 11月19號 報紙工商時報就告訴你了 台積電艇 所以看到新雲 看到中砂 整個接單會旺到明年 那利多出來了 11月份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時候 中砂已經漲到哪裡 已經漲到78塊1了 11月19號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看到報紙 知道中砂會漲了 股價大漲了 你拆機機忙忙跑去追 你是不是幫我們抬轎 你是不是追在高檔 可是我是在這個地方 就已經領先預告了 預告未來的強勢股 差別在哪裡 自己去想一想 不只中砂 你看到這兩天 這當中最強的廣華連續兩天漲停板 如果是我的會員 在9月23號 你會看到這一篇 我寫給我所有會員朋友的分析報告 裡面提到廣華正在生產 汽車內外的飾板 最主要的客戶都是日系 豐田 本田 日產這些大廠 但是都是以中國客戶為主 中國市場為主 中國內銷的業務 佔它營收比重高達90% 最標準的中概內需股 而這個地方我已經發進到 今年這些日系客戶 在大陸的業績已經開始回升 所以第二季的獲利 激增率已經高達78% 而下半年還會隨著新車系的訂單 陸續出貨 又新增了許多大陸新廠的訂單 接下來營收還在繼續創新高 下半年的獲利 會進一步的向上來做提升 然後看到大戶 觀察股價 大戶也開始進貨了 技術面也底部轉強了 這種股票 我們就會在這一檔 逢低開始來做佈局 好 你看到這是當時的廣華 在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掌握到 底部轉強的機會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這是在9月23號 那時候股價才在79塊左右 這個禮拜你是不是看到 這是今天最新的一個新聞 11月26號嘛 對不對 看到這個各大新聞都在講 業績很旺 F廣華股價已經創下 一年多來的新高 11月26號 今天最新的新聞 為什麼股價能夠創一年新高 因為日系車種 在大陸市場 業績持續暢旺 廣華的股價在當中 短線上飆漲 兩支漲停板 今天漲停來到107元 創下10個月以來的 去年10月以來的新高 那你會看到 今天所謂最新的一個新聞 幾乎就是我在9月份 領先告訴我會員朋友的訊息啊 換句話說 你是我的會員的話 別人在看今天的報紙 你兩個月以前 就把今天的報紙給看完了 對不對 而這當中的差距在哪裡 在今天的股價 連續兩支漲停板 你需要在這個 看到報紙別人去追的時候 你已經在這個地方 掌握到什麼 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的機會 是不是呢 好 那不只廣華 不只中砂 你看到多少的股票都是這樣 包括了10月份 好我告訴大家 我繼續看好中概內需股 還記得當時我說 你要特別注意中國眼鏡市場 值跟量都在大幅度的提升 裡面在10月30號 好我都寫給我的會員朋友看 看到這當中 注意中國隱形眼鏡的滲透率 只有5% 遠低於美國 日本跟台港 好所以預估未來5年 整個隱形眼鏡市場 年成長率高達30%以上 好 那因此這代表著中國眼鏡市場 值跟量都很大提升的攻堅 將是中國內需下一個熱點 也是我們正準備鎖定佈局的重心 重心在哪裡呢 好繼續看下去 這是在10月31號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你可以讀到的分析報告 裡面提到8406的F金可 在股價已經出現了多方攻擊量 幾張5天拉回整理5天 熟在其一張點之上 技術面維持強勢 好那這裡股價來看的話 已經開始見到大戶 開始卡位進場的訊號了 所以我在當時已經跟大家預告 金可注意 技術面強勢 大戶進貨 對不對 甚至寶島科也跟大家預告 這個股價 大概是F金可持股 大概18%的大股東 潛在利益高達了30億以上 現在也看到大戶開始進貨 技術面都出現轉強了 對不對 這都是在10月份的時候 能夠去領先告訴會員朋友的 然後你看到 這是當時的金可 股價才在500多塊 對不對 後來報紙利多出來了 什麼時候利多出來 漲到11月份的時候 利多就出來 F金可 今年的EPS 渴望挑戰多少 16塊 這是在11月19號的新聞 好 那當利多新聞出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股價 股價已經漲到哪裡 漲到646塊 從540多塊 漲到643塊 利多出來 你才去買 你是買在高檔 可是如果你能夠去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 你就能夠等著讓人家 幫你去做抬轎 對不對 包括寶島科 當時的股價在哪裡 10月31號 這都告訴我們的會員朋友 已經看到中砂摩世大戶 在進貨的中概內虛股 開始出現 當時低檔出量 融資開始大減 卻量能增溫 都告訴會員朋友 這張股票 大戶進貨了 然後你看到 後來利多出來 利多 11月22號 一折一折的 IFERS效應出來 寶島科也入列 說他這當中 因為持有金可 未來EPS 會大增多少錢 可是這些 我都已經領先告訴會員 而報紙利多出來 股價漲停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都可以怎樣 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 所以做股票 極品工作室 強調的 就是這個 我們提供 專業 用心 而不是任何 誇大不實的績效 那什麼叫做專業 就是要能夠去幫助會員朋友 一檔接一檔的 找到 未來最強勢的股票 而低檔的時候 就能夠去卡位來做布局 那你說 我為什麼能夠去一檔接一檔的找到 包括了大力光 你也看到 在全市場看壞 蘋果的iPhone 5s發表 股價大力光那時候急殺下來 多少頭顧老師 叫你去放空的時候 我說這地方低檔出量 不要殺低 準備買進 對不對 當時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你都會清楚的看到 我是看好什麼 iPhone 5s的 對不對 那時候蘋果新產品發表 在9月份我說接下來 你會看到什麼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蘋果準備搶佔中國市場的企圖 不言而喻 而準備在中國 造成搶購潮之後 iPhone的一個銷售成績 將會優於目前市場上 多數人的預期 所以告訴大家蘋果股 這一波壓下來 又是低檔買進的機會 對不對 這是在9月份 那時候大家都在看壞 那時候我是告訴大家 準備買進 對不對 甚至包括了這當中 股價在這個當中 11月14號 大盤從8476拉回 跌破季線的時候 我也在告訴你 大力光 外資不看好 可是大戶已經重新進貨了 然後這兩天 利多消息開始出來 全市場都在看好 蘋果手機的銷售前景很亮眼 外資也在追捧大力光 調高目標價 股價爆出天亮 可是這時候你才去買嗎 你已經買在這個地方 這兩天可能又到牢了 可是如果你能夠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 你是不是又能夠 這個當中 坐在轎子上 讓人家去抬 以意代勞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極品工作室 你會看到 我們沒有什麼 誇大不實的績效 不像其他投顧老師 每天都在跟你講 我要帶你去買 明天就會帶你賺漲停 可是呢 我們可以穩穩的 這當中 幫你來這個當中 找到未來的強勢股 這就是我所說的 極品工作室 我們只要做好我們的專業 用心 誠信 自然這個當中 就能夠跟會員朋友 一起來共創雙贏 所以在這地方 什麼叫做專業 就是在幫助會員朋友 鎖定未來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什麼叫用心 就是認真找出來 大戶在進貨 技術面在轉場的好股票 你說這不叫專業 這不叫用心 什麼叫做專業 什麼叫做用心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極品工作室會提醒你 今天是12月26號 2013年剩下最後三天了 今天會漲什麼 今天什麼漲停板 再來三天會漲什麼 都不是我要看的重點 我要看的重點是2014年 接下來全新的月份 全新的一季 全新的一年要開始 全新的潛力股 也正準備要來做佈局了 如果你想要把握機會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我們都歡迎大家 跟好我們的腳步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跟著我們一起來做出擊 哪一些重點 我們進一段廣告 休息之後 會有更重要的內容 馬上再回來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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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首席 全新完工 妖民見商 26006688 成通投顧十週年慶 感恩大回饋 成通投顧 集品工作室 集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 入會專線 02227525868 02227525868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頭痛 請用玉芬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海洋獨心Part 2 26258880 筆盒一宅更超值喔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 那今天指數是小漲18點 可是上盤中 你會看到 最高的時候指數是漲24點 最低是小跌1點 換句話說 正幅不到25點 好 那今天大盤的成交量 也急縮剩下550億 所以這個行情 在錄影之前 我都碰到很多投顧老師 在看到今天這兩天 這種行情都說 這個行情真沒什麼好講的 真想放個重播帶來就好了 可是我會告訴大家 做股票是剛好相反 就是在這個行情看起來最沉悶 沒什麼行情的時候 你要聚得一句話 沒行情時買股票 行情來的時候 就可以快樂的數鈔票 再講一次喔 沒行情的時候 買對好股票 行情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快樂的數鈔票 也就是做股票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有兩種人 一種是 但是永遠是股票漲了 才去追 先儲占地 而驅占者易 後儲占地 而待敵者 這個驅占者勞 你如果是漲了 才去追 都是幫別人抬轎 可是如果你能夠 坐在轎子上 等人家來抬 你就會是贏家 所以還記得 我在11月13號的時候 那時候大盤從8476高點出現一個拉回 跌破季線 行情好像很沉悶 量也縮到600多億 對不對 但是還記得我就是告訴大家 短線那裡也很多人說 這裡沒什麼好賺的 我都說記得 短線最難賺的時候 就是波旦 最好的一個進場點已經到了 所以你看到當時行情也很悶 行情也很難做 量也縮掉了 可是你看到 如果你能夠去把握當時很多好股票 發現到大戶開始進貨了 例如說 這是11月14號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你會看到行情接下來準備要反攻了 留意的重點是誰呢 休息已經許久的大力光 你可以看到這當中 技術面上來看 大戶又重新開始進貨的機會到了 那你自然就知道 其實行情整理的時候 未來的強勢股是誰嘛 對不對 這是當時的大力光 股價在996塊 這是現在的大力光 股價已經漲到1235塊 這兩天利多不斷 外資都在追捧了 可是你再去買容易套牢 可是如果你能夠在這個地方 就知道大戶在進貨 就知道行情要反攻 這不就是又坐在轎子上了嗎 所以在接下來 我們已經在未來的行情做好準備了 準備要坐在轎子上了 那這裡面包括我最近跟大家談到 圓越行情有哪一些重要事件 提到哪一些資產股 這當中股價是被低估的 其實有很多已經率先表態了 包括像育龍 它除了在兩岸車市回春這當中 包括像它這個自由品牌的 U6 Turbo Oxygen的一個部分賣得非常好 代工的Supercentral也在熱賣 另外也觀察到 它的資產的一個部分 根據我們的研究 新電廠這當中 有3萬坪的土地 評估每股進值高達了這當中 資產價值高達了76塊 目前每股股價才50塊出頭 所以你會看到最近大盤 你看起來在橫盤整理 對不對 沒有能夠突破58501 可是你看到有些股票 都已經先衝出來了 當然我不是叫你去追育龍 不是這個意思 畢竟股價拉高上來 目前月線積線向上交叉沒有錯 但是乖離過大 也有可能會壓回 壓回之後再上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你不要自己跑去亂追 先叮嚀你 有許多個股其實你會看到 重點是在這裡 你覺得行情很悶的時候 不知不覺都有開始起跑的現象 大戶開始進貨了 對不對 這就是我所說的 年底作戰行情 其實已經接近到尾聲 我在上個月 就已經跟大家提示 現在是完全命中 但是圓越行情 紅包行情 已經要開始起跑了 許多股票正在開始出來 包括了我們在前上個禮拜五 跟大家談到 你要注意水處裡的商機 尤其在中國對岸的一個部分 美麗中國是一個未來 這五年推動的重點 裡面有許多中國內需的 美麗中國新黑馬 上個禮拜五還在橫盤整理 對不對 現在你已經看到昨天股價已經大漲上來 現在的股價也已經領先突破波段新高了 是不是強勢股一個一個開始出來 這都是我們在未來新的月份 新的一季 新的一年當中 正在密切注意全新的黑馬潛力股 再來看到智慧手錶的一個部分 今年全球預估出貨量只有500萬隻 2014年預估達到1500萬隻 2016年會暴衝到8000萬隻 一個從現在很少 到未來會很多的產品 爆發力道正要開始出現 裡面必然都會出現許多的黑馬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談到新日星 它除了是iPad Air的一個供應鏈 其實我也跟大家談到 它也是標準的穿戴裝置的供應鏈 智慧手錶高通就採用到 它的一個金屬粉末也已經構建了 所以你看到股價是不是在當時 才63塊多到65塊多 到現在已經漲到72塊4了 今天盤中最高73塊了 都在不斷的創新高 許多元月行情的紅包黑馬 正在開始一個一個加溫上去了 正在這個地方 你還在懷疑大盤亮縮了 亮縮完之後會怎樣 那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新的黑馬 我們正在積極的鎖定 接下來包括中國巨量的資料 你會看到在未來這幾年 在中國巨量資料服務市場 將會以年複合成長率 51.4%的一個幅度 繼續大幅度成長 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將會成為未來最有爆發力的產業之一 裡面都有許多的新黑馬 你看到大盤你說最近是量縮的 你看到其實大戶已經在進貨了 它的量是增加的 你看到指數是在橫盤整理的 其實這股價都已經率先上來 對不對 這種股票一個有壓回 我認為都是這當中密切留意 逢低布局的機會 包括我們在前兩天 特別跟大家強調 就是要無線充電的一個新黑馬 你會看到這裡面 整個無線充電的一個市場 今年市場規模還不到10億美金 到了2018年要爆充到99.4億美金 每年複合成長率高達42.6% 未來這幾年將大幅度成長上去 重點是裡面有許多新黑馬 你看到大盤是量縮 它的量卻開始來做增溫 這代表什麼 都已經有大戶提前開始卡位 在行情這裡量縮整理 你說指數沒有過8501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8501的時候 它的股價在這裡 現在都已經在這個地方 提前墊高底部上去了 這代表什麼 你都要去仔細思考 代表一件事情 圓越紅包行情的新黑馬 機會其實我們都已經幫你做好準備 但是記得一句話 財富必須你自己來付諸行動 採取行動 把握圓越行情的紅包黑馬 過去你錯過了中砂 錯過了廣華 錯過了大力光 這些就讓它過去沒有關係 重點是 心力批的黑馬 你要再繼續觀望下去嗎 如果你想把握 今天再給大家這一次 一塊發大財專案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塊來佈局 下一檔中砂 下一檔廣華 下一檔大力光 好好把握機會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泄 前非不見 成通投顧十週年慶 感恩大回饋 成通投顧十週年慶 感恩大回饋 成通投顧十週年慶 感謝您十年來的支持 將秉持誠信問見精神 繼續在古海中 給您一盞明燈 諮詢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十週年慶 感恩大回饋 倒數五天 諮詢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 極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情推薦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高老師 極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很大 既然有機制室 剛才的曠益 任職 職業 任職業 任職業